哈囉,大家好,我是冰哥 歡迎來到孩子們的遊樂場 智能開箱 智能家具開箱 第幾集我也不知道 PART 2 還是PART 2 那當然我們這一集要介紹什麼呢 就是小米進水器 小米進水器 請問小米進水器台灣有在賣嗎? 台灣沒有 那你要的話要超飽 然後去反正可以集運過來還蠻方便 好啊,我可以幫你買啊 我買了,你自己去買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吧 目前台灣還沒有進化 剛好我的小朋友 易德哥現在正在用小米進水器 那我們是選擇除下室 有點亂啊 這樣才是真正智能家具 就是真的有在賦 而不是全醉 就是人家送 那小米的大家會 剛開始我會考慮到就是 因為小米的東西啊 那它是用電是220的 大陸的電器好不好用 那經過這段時間我試驗起來 第一個它濾水的效果 真的還蠻不錯 濾水外的水稍微有一點軟軟 就是甜甜的 那唯一有一點比較麻煩的就是 你要買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我剛開始買錯那個變壓器 它的是220的電 那我拔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後面 其實安裝起來蠻簡單 就跟一般的電水器一樣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顆 因為小米它的用電是90幾瓦 那我這一顆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這裡是300瓦 之前我買100瓦 但它實際用它所能釋放的效能的話 用的電器大概只能用25瓦 或是50瓦以下 那它會跑到一半會跑不動 那我們買那個比較大一點 300瓦的 那其實它的功率用久了以後會下降 所以你要基本上要用這一顆才夠 這一顆也是 也是台灣可以買嗎 這一顆也是在淘寶買的 它叫新威 哇新威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把一些產品資訊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那怎麼拖運回來 其實淘寶上面 那網路有很多那個拖運到台灣的方式 啊我不是客服啦 就不要問我了 你們就自己研究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使用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小美進水器它的安裝方式真的很簡單 你看這一片蓋子 就這樣輕輕薄薄的就可以打開 那它裡面有四支濾心 總共有四道 齁總共有四道 然後這裡的話都是 把它裝下去旋轉90度 就安裝好了 非常的快速非常的方便 那濾心 這四支濾心大概多久了 要怎麼知道要換濾心 如果那個濾心需要更換的時候 這個這邊就會有燈會發亮 所以要常常 生不乎是要打開來看一下的意思 你可以連到大陸的小米APP上面 從APP上面就可以知道濾心的狀況 喔那麼厲害 牛逼的欸 牛逼的欸 大便 快捲 收在櫥下的空間 這樣子完全都不會看到 因為你水可以直接弄上來 可以省上面的我們 上面的空間可以留著這樣 擺得亂七八小時 哈哈哈哈 對啊 如果說你買這個的話 就是說上面這個孔不知道怎麼處理 其實請水電師傅來幫你裝個孔 大概三百塊錢就可以了 齁 那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如果把這個水打開 齁 它這個燈 所以這一次是要另外自己買的 它有附 齁 齁 像這裡的話 它就是屬於 由於我剛剛把那個插頭 把它拔掉 所以它重新啟動 會出現紅燈 那你要等它變成藍燈 才可以開始喝 像這個出水量也都還OK 蠻大的 所以 只有剛開機會有那個 紅燈啊 對對對 之後就不會了 對 因為它會有一些廢水 像現在在第二次打開 其實很快就變藍燈 齁 而且喔 這個飛行一直非常高喔 這個這樣整個 包括我運回來台灣跟電壓器 總共加起來 還不到台幣一萬塊 哇 哇 那你隨便在台灣買個淨水器 一萬塊以下的機種 你敢用嗎 不行嗎 太糟糕了 齁 所以 這一集齁 小米智能淨水劑 用起來非常的好用 蠻推薦大家 也去買這個東西來使用 好 我們家小孩已經大便好了 趕快去擦屁股 哈哈 是不是咬你進去 是啊 不是聊天嗎 日常 這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就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開箱就開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冰哥的頻道 歡迎訂閱孩子們的遊樂場 我們這樣 大便也要分享 哈哈 我們會幫你介紹更多 智能家居 好用的家店喔 好的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謝謝冰哥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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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今天 可以嗎 是的 可以嗎